第二屆中国女子围棋名人战总决赛三番棋决胜举 今天在四川浪中古城结束 挑战者周鸿瑜直黑中盘战胜了未美冠军陈一鸣 18岁的周鸿瑜开局就率先在右下角的定势中走出变招 致使陈一鸣在第20手就应对失误 白棋顿时崩溃 此后陈一鸣顽强坚持了230多手 但终究因续盘阶段损失巨大 无法实现逆转 最终以1比2的总比分 无奈让出了名人宝座 这一上来就崩了 什么原因啊 上来可能没跟AI学过这些招法来成立 就感觉每盘都特别的激烈 然后就比较兴趣 还有一个吧